这位德国经济界的名人实际上还有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一面 雷娜教授是个中国通 她掌握的汉字超过1500个 她的中文名字叫李宁亚 在德国经济界 她是一位响当当的领军人物 叱咤风雨数十年 印象深刻的印象 在五年签计的问题 而是在中国的问题 而是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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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最后的问题 而是中国的问题 这种原因是在中国的问题 在中国的问题 是中国的问题 这种新的问题 新的新政策是今次出现了 我认为,我认为,我们评论, 我们现在看到了解, 我们现在看到, 是在中国的新闻, 我认为, 在关系的新闻, 我们在关系的区域, 我们现在看到, 尤其在的区域, 而是目前的消息, 还没有对抗设计划的抗设计划 我刚才说的, 是在任何时期间的情况下 会有关重要的问题 我相信,这现在的政府 恢复习了, 是在这种情况下 是在中国的经济和货带争的货带争 是非常棒的 但是更多的有意義,是有意義的, 在另一方面,是在各地的新加坡的交易。 我們有很大約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交易 我們有很多新加坡的交易 我們有很多新加坡的交易 我們有很多新加坡的新加坡的交易 就是想和中国肯定。 从 Xi Jinping被主席子参加, 会否判断在中国的维抗。 是这个一新的循璇? 我相信, 是新的, 它是很细胃做的。 中国的政策是在进行的, 我们现在有新的交流 尤其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而是在不只食,而是不只食, 而是不只食,而是有趣的事情, 我相信,在这部分人身上了, 而且是要保持有限的级限, 是一块称的设计, 在这部分人身上涉及, 我们当然也必须学习的, 那些不-chinesische企业的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